夏天來杯飲料好清涼 不過有民眾到連鎖手搖飲店喝茶樓 買了這款鴛鴦凍奶茶 喝到快玩了 突然覺得有脆脆的口感 撕開封口一看 裡頭竟然有四隻蟑螂 原本回想脆脆的口感 才意識到自己剛剛已經 咬到一隻爆漿蟑螂 簡直嚇壞 網友傻眼直呼 對照背聲音的標語 信心商店良心入茶 好像有點諷刺 可能他原本就在裡面 只是說因為跟顏色太接近 沒有辦法看出來 滿嚴重的 因為是蟑螂 衛生方面可能還要顧慮一下 經過了解 當事人是下午4點26分 拿到飲料 一開始喝都沒問題 隨後到北市按摩店放鬆 飲料就放在身旁 直到晚上10點左右回到家 飲料快要喝完了 才發現異種 可能帶了很多種病原菌 我們的飲料裡面 有蟑螂誤喝的話 會引起食物重疾 症狀嚴重的話 今天還是要就醫 喝茶樓在26號凌晨 在臉書發布道歉聲明 事發店家也電修一天 進行環境消毒 但也強調當事人總共買兩杯 另一杯是沒問題的 另外當天大約有150筆訂單 銷量約500杯 至今沒有接貨其他投訴 公司這邊也表態會全權負責 所有的費用 甚至或許是精神賠償 因為我們在10點多發現 也有調監視器 我們想釐清整個責任歸屬 北市衛生局則回應 將派員前往稽查 到底是不是店家的衛生問題 還有待調查釐清 記者預先行曹 文寧 台北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